接下来我们再把镜头从花莲转到台南 在台南孔庙旁边 有一家超过60年历史的冰果市 不管春夏秋冬 这生意永远好得不得了 老板每天精心挑选各种水果 然后做成的水果冰品 像是我们看到的有蜜豆冰 还有番茄切盘 以及酪梨汁等等 其中水果拼盘是最受欢迎的 光是这一盘里头呢 就吃得到有13种当令的水果 所以吸引了各地游客 前来争相尝鲜 此外老板因为自己本身相当热爱水果 他不惜是自掏腰包 自己包括了拍照 写作 甚至发行的月刊 然后免费提供给客人来阅读 也成为了这一家店的一个相当另类的特色 谁说冬天不能吃冰 穿着大衣裹着围巾 甚至专程从台北跑来台南吃冰的 大有人在 牙齿我快冻掉了 很凉 很冰 然后水果一样很甜啊 很多汁 没有这么感想我就是猛吃的而已 老店卖的冰品最受欢迎的就是 蜜豆冰 水果盘 还有番茄切盘 说是卖爆冰但全都脱离不了新鲜水果 像是蜜豆冰 看它的外观明明都是冰啊 但这一个冰拨开来看 却是有着丰富的水果 像是大红西瓜 凤梨 柳橙 还有巴勒 再加上大豆红豆绿豆杏仁 最后淋上凤梨汤 老板李文雄坚持 吃这款冰一定要把汤汁全都喝光光 这水果的汁 你吃到越厚面 你会觉得那个汤是越甘甜 越丰富 那个水果香越多 另外一个招牌综合水果拼盘 一盘只卖50块 可以吃到13种水果 有的酸 有的甜 红橙黄绿各色各样都有 摆盘时有学问 果肉硬的得放最下面 而最顶端的得要肩负起 画龙点睛效果 我最上面都会摆一个奇异果 奇异果那它绿色 它就呆着你 黑点 它就会衬托整盘的 里面有西瓜 还是有哈密瓜 还是有水梨 那你摆设一个很绿的一个水果 的奇异果 你会觉得整盘看起来很有精神 李文雄巴不得 每位客人进到店里点的都是综合水果拼盘 因为可以吃进好多营养成分 尤其对出外学子来说 这一盘水果拼盘有着满满的能量 我觉得它的量很多 然后水果颜色都很新鲜很鲜艳 所以吃起来会很安心 就会觉得水果都是很刚到的 这个东西就是要清晰 要计划 功德 这个一般像读书人啊 还是一般的百姓啊 他们都可以 不会让他们负担很多 但是以哪来人家教 我是他们如果吃个中和水果的话 我是觉得我内心会很高兴 因为对他们身体很好 十多样的水果 可以供应它一天的营养 从关怀面出发来延续冰果店 其实冰果店是从父亲开始经营 经过哥哥再到他手上 已经走过六十四个年头 店内成设看得出李文雄就是位守旧派 就连水果成立方式 也和六十四年前一模一样 但多了份艺术味 把水果排的时候把它动作 它是一幅画来看 整个它的色彩 它的品种的摆设 我都觉得用自己的感觉 好像一幅画 它是一个艺术品的感觉 来摆这个水果 所以它没有 它都没有空气 这是一个接一个 对水果的热爱 已经把它当成艺术品在经营 每天它总会开着老爷车 来到新化水果批乏市场 买进最新鲜货真价实的水果 他强调水果不一定要甜 但一定要有该项水果的特质 像是番茄或是橘子 就是要甜中带酸 至于价格 只要品质好 再贵都给它买下去 像是小番茄 因为受到前阵子台风影响 这一箱原本只要300块 现在涨到600它还是买下去 这一箱表面要吃一碗 要是要什么会什么 而能搞懂水果特性 就是做出好的水果冰第一步 像是挑橘子 一定要看果煎的位置 如果是平平的 果肉才不会干 如果是这个欧起来的 那个干的破烂力会很高 那我就尽量是挑这个平平的 应该果顶这边 它水分会最好 这边会比较差一点 就是一个来吃的话 这一头会比较好吃 这一头会比较差一点 接着要采购的是哈密瓜 有趣的是 卖瓜老板根本不敢自卖自夸 因为李文雄年轻时 中过哈密瓜 哈密瓜该有什么样的外观 甜度达到多少 眼睛一看 嘴巴一吃 立刻见真章 这盆子 你看盆子盆子 这样很窄 这一定要老 这标示这张哈密瓜 用益的生命根 所以尽量老这个鸡 老掉了 哈密瓜里面就要 像这个哈密瓜 哈密瓜 想喝价的所在 就是这个季的鸡咖 这个鸡咖是想喝价 而且这个 这是果尖 果顶 果顶的部分 更变得更多 这标子要放得有色星 差不多九云熟 十云熟 这样的标子 它是日口齐化 像这样的甜度 应该是17度有 你不可以说美味 很好吃 很好吃 我有贤罪 不可以贤罪 每天都拿下来 所以平均百 我不跟小鸡购买 在市场上 如果被他挑上的东西 应该都算 已经算最好的东西了 来到市场 几乎每个摊商 都认识李文雄 知道他对水果的坚持 所以不是好水果 就不会拿出来 一面自讨没趣 不仅市场的人 认识李文雄 就连掌管南部 县市的农业改良厂 也都少不了他的指导 我们现在是黑番茄 就是黑美人那一类的 那国外也有很多 要这种黑色的 它糖度很高 吃看看 这个成熟度比较高 这行家吃就知道了 行家 没有啦 没有啦 你这年年的改良 我真的都吃不下 我哪有高级 吃不下 每年都不知道名字 都能复心的做 平静的更替是很快 我这个蝦肉 有筋做的 要比较脆 这个口感的感觉 对 烧肉又有 很重 嗯 没得吃呢 没得吃呢 没得吃 口感很好 这个已经酸到第几代了 这个还要吃了 还在研发中的水果 农改厂一定请李文雄先来试吃 因为他有个相当敏锐的味觉 像番茄 他大概是这一次第一次来吃吧 但是羊香瓜他都吃过了 所以去比赛有的羊香瓜 那个品质 他说 那不用吃了 用看就知道了 来到果园里 一棵果树生长 外人看到的可能是果实 但他看到的是生命的韧性 你这看 有那个龙毛 这个龙毛 你如果人家看就可以了 我一个看到心里会感动 因为他龙毛 你如果你自己看 一段时间一次一个看 你可以感觉他是在动 他是很有生命力 除了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李文雄还自掏腰包 自己拍水果 介绍水果特性 然后发行水果月刊 让人免费索取 这一发行就是六年 六年的成果 全都在工作室 这整面书柜可以看到 每一本摄影集 都放满亲自到各地 去捕捉的水果影像 你为什么对这个水果 这么的热爱 我去书人莫斯科 那时候总统那时候 是哥巴西夫 我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 这个苏联 因为买一个银子 就对这条路头 摆到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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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感觉 做回到台湾 这么多 这个规矩 这么多豐富 我就想想 这是最大的问题 但是想想 台湾的水果 用什么角度 来凸选 我们台湾的水果 水果月刊 已经在六年前 完成阶段性任务 但李文雄没有休息 继续把重心 摆在介绍果树上 不仅拍果树 写俯成人文历史 还用唱的 让人增加印象 苗无藏 苗无藏 苗无小昂昂 苗在旗藏 苗无万买到 其实果实 在我们生活 你天天看 大家都要看 久而久之夜 感觉它是 它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 如果我们生活 如果我们生活 在游文 有什么 我们生活更多 感觉心情会更好 这份果树月刊 就放在冰果市 让人免费阅读 很多时候 李文雄 已经不像是位 冰果店老板 反而是位 台湾水果推广者 他希望大家 因为爱吃水果 进而关心土地 也热爱生命 现在年纪大了 李文雄 用三年为一阶段 来过活 现在的任务 是把果树月刊做好 至于下个目标 三年后再说